那时候去台北的时候 他们想让我做一个展览 然后让我说对台北的印象 我就对台北屋顶的那个违章建筑 我兴趣特别大 因为整个台北的屋顶上全是违章建筑 我说台北最有魅力的就是这屋顶 所以我就在他们加了一个违章建筑 选了一个屋顶 造了这个 我那个展览名字叫至近违章 太阳能取电的那个台北 都有屋顶上有好多好多的 这个是个原型 完了后来日本那个海啸 地震海啸 完了呢我又把这个发展成 就是给那个临时没有房子住的 地震难民的一个住宅 那你比台北那个好看呢 立正啊 那这是建筑师做的 您说这台北 我还真想起 就是说我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 我才有一个观念 比如我们去那个酒粪 就是侯小贤拍那个什么叫 去过吃吃圆子啊对鱼园很好吃的 咱们知道保存什么古建筑什么的哎 后来我在台北我就发现呢难道说就是那个七八十年代或者六几十年的就是等于说如果是我们十年以前的这个城市呃你比如深圳原来还有那个城中村 对那咱们现在的观念还认为那是垃圾堆呢 嗯但是好像台北人呢 他那个时候就说我二十年前的三十年前的那些破的那些铁皮房临建房对他也当成一个文化反正一个保一个要保存的呃也也其实他们估计有争议 然后我当时我的看法跟你有点像我说我就觉得特别好 我说这个八十年代的全这个全世界你找不到这么充分的表达亚洲的这种八十年代的感觉 我说台北还能够保持得住 对所以所以就我就觉得就是到底什么是美呢 我的看法是历史就是美呃呃时间就是美真实就是美很多人一说历史就动不动是几百年前的其实历史就是这一刻之前连续发生的所有事情和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回忆呃这个东西如果能够被在城市里连续的表达这才是真实的 不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城市越做越漂亮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真实性在迅速的消失他都是在短期内好像重新装修过的没有包姜特别亮丽没有时间痕迹没有生活痕迹不真实你像通俗城市观都是做得差不多的对 我在台湾就是看他们那个就我一想这就跟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之初啊好多那种破房子包括民中住的房子那难道说这个也是能保留的一些 古迹但是现在呢你看哎他哪怕一个扫帚一个一个亮的衣服他就他就保持在那然后呢他在那开酒吧什么叫文创产业在里边咖啡馆咱们认为是破就是你哪怕说对四合院咱现在知道是美的吗对吧你说农村的什么灰派的那个房子咱也觉得是美的但是你觉得现在郊区的那些拉马其糟的那些乱拉电线的那些你觉得那些可能总是要拆的吧但是现在看来你要有某种眼光 当你这么去看它的时候其实最害怕人用一种概念化的方式来说美和不美比如说我们说乡村美比如说江南啊动不动就黑瓦白墙很多地方一弄把墙都扎成白的顶是黑的其实你真正比如我们浙江杭州的村子你去看任何一个村子什么夯土的墙石头的墙小碎砖的墙哪说这一个村子里都是黑瓦白墙啊差不多可能有20%30% 还有点黑瓦白墙剩下它是很多材料那刻板印象啊对特别丰富特别多样性那江南的民居啊或者说是什么地方的中国的传统建筑你觉得统一的这种特色我觉得中国的可以说有特色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多样性的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说你能不能够想一想就是说比如新农村啊做一种浙江风格我当时这是一个 对这我非常感谢 省里的一个领导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我说话很值得我说我从来不认为有浙江风格我说浙江的话如果按照文化分至少可以分出十种以上的次文化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其实都有自己很有特点的甚至细到什么程度 我有一次很有印象在那个宁波底下的一个这个宁海县完了我们看一个房子的做法旁边一个当地人就告诉我说说这是我们宁海的做法这不是泰州的做法因为泰州就是隔壁一个县当地人就能分得出来这是我们县的做法不是我们县的做法 就是所以外人能分出来吗 我觉得现在的审美太粗糙 据一个法国的人类学家Lewis Stlaus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审美审美就是你能在两个极相似的东西之间 看出那个决定性的续微的差别这叫审美 这叫审美我们现在的审美非常概念化我估计是被现代商业的广告给影响的用一个特别直接的一个所谓的这种视觉冲击力的符号 把你的眼睛给训练的你就不敏感你只有看到那个刺激的东西特别清楚的比如说黑瓦白墙 对江南的对其实不完全是建筑语言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其实有点像食物 美食 我们说这都是中国菜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有多少菜系 川菜 每一个地方的材料不同 气候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 你想想他们真研究美食的像那个陈小青 这研究深了呢 他就跟你说所谓八大菜系之类的说法就是很虚妄的 就是什么叫卤菜 或者什么叫什么什么淮阳菜 每一个县隔一个山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跟您说这建筑这个 是的 一个道理 是的 我从上海坐车去黄山 那一路坐的没事干就看两边的房子 我就注意到浙江这一带农民盖的房子 它一个基本特点是它才盖成三层甚至有四层 地方不大 它大概就这点地方砖的 但是它在上面都有一个 装一个东西 都有一个像天的一个柱子 有几个圆球 这个我就不懂了 避雷阵啊 不是的 这事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说当一个地方的传统的这套文化语言崩溃之后 农村是中国其实专业人不去的地方 所以它的文化实际上是自己 原生 原生自己在发展 所以它就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当代的农村的文化 你就光说这个屋顶上这个装饰物 最早呢是都是一家一个埃菲尔铁塔 像往法国 埃菲尔铁塔 每家一个 往后呢才两一战争的时候流行过飞毛腿导弹 每家屋顶上一个横的 你看到的那颗一串一串的我们叫串串珠 那已经是最新一版 最新一版了 对 那是为了装饰还是有壁垒功能 还是有吉祥 我估计最早的时候曾经做过电视的天线 对 后来这个电视的天线功能就没有了 没有了 它就变成了纯粹的装饰物 那这波普艺术啊 这也是 是的 他觉得这样装饰是很时髦 还不是 它是这样的 就是在农村 就是每家都想自己家的房子比你家高 所以他要房子不能往上做的时候 他就给上头装一个东西 要比你家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猜想 他们就上面装一个东西 我不是比你高了吗 人家另外邻居看了 你装了那我也装一个 所以大家都学着就一个个装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一个 等于外野摊的 中国银行跟那个和平饭店 对啊 对啊 其实意思差不多 对啊 对啊 是的 可是你难道这么观察 从另一方面 不会觉得现在如果是自己盖房子 比如说自己盖房子 他的这个审美越来越粗鲁 简单化了吗 你可以说这样 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语言 实际上是锤炼积累了2000年以上 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很高级 其实这套 千锤百炼 千锤百炼的 当他突然崩溃之后 我们就立刻审美就调到了孩童状态 但是他也非常本质 就人的追求非常本质 特别有意思 就要什么都写在房子上 而且他后来你看还有更新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东西不够了 那么他屋顶上就比如说我造一个亭子 你家造一个亭子 我们家造两亭子 你们家造两亭子 我家造三个亭子 我造三个 最多的是四个亭子中间再加一个 就是五个 对 攀比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农村 对不对 就是你家起楼 我这里羡慕 对 创业史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现在更加是这样 但问题 另外一个是趋同 他就是村里谁家这样盖 大家 这个可能是语言的本质 就是全世界的语言 他一定是这样 如果不趋同互相不能理解 不能比较 他一定必须是相似的 完了才能比较 说我比你多一个群人 否则的话我做成完全不一样的 这没意义啊 这件事 你说听他们一说 觉得他们审美很宽呢 而且也很包容啊 但是如果照您这么说 就是那你觉得让他们这个自生自长的 自己再重新 就是水泥地上长草的这种 这种方式形成的这种风景 你也觉得这很好 其实这个是 他们自己这么争气斗艳 很好 这个我们只能说有意思 很有趣 但是说很好 那是另一说 我们最简单的 我们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农村 比如江南的农村 为什么大家会主要会 特别最主要流行的 确实是黑瓦白墙 为什么是黑瓦白墙 为什么 你又想想很奇怪 你知道这个建筑只用两个事儿 黑瓦和白瓦 这个全世界的审美里头 都是非常奇怪的审美 你知道黑白两色 主要是安徽 不是的 整个的江南方 从江西啊 你知道到湖南啊 一直到四川啊 这个黑瓦白墙是在多样性当中 其实这就是一个价值观 尤其是宋朝以后科举 因为这个是最有力量的出路 就是读书 完了之后做官 完了它是整个社会里面 就跟现在高考一样 它其实就是读书人住宅 对 它是纸和墨 白瓦 它就是纸和墨 它就是价值观 我住在这房子里 我成绩好 这个倒我都没想到 房子有书香气 对 我们讲书香气 实际上就是纸和墨 真的很明显 对 这就跟这个装金贴银 是另一种追求 是一样的 就是你鼓励什么价值观 这个社会是强烈的受这个影响 所以最后到连最一般的农瘾 我也必须要住一个读书人住宅 越是平民百姓 越向往 作为他房子 他以前不是要去考科举 秀才考中了之后 他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优惠 你就再读一遍 那个《如临外史》里面 一开始那两章 就是犯禁重举 这个重举之后的待遇有多好 完全不一样的 观赏现行记里面 观赏现行记里面也是 为什么去做官 就是因为你一做官 你家里的人在乡里 不会被人欺负 就你的乡生 那个哈佛那个晚清史里边 有一个说来很简单 但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观点 他说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点 一个是农田的金根细作 第二个是稳固的家庭道德 第三个是文官制度 官僚制度一直到皇帝 突然想起有什么东西 是贯穿这三个东西的 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它是中国社会 传统社会非常核心的 这个乡生集团 他们有祠堂 他们管学校 然后他们输送秀才居人 上去介入统治阶级 然后农民呢 交东西交给他们 听他们管 我这个真的没想到 这个黑白居然是跟 是仔细想想是怎么 我到了到黄山那边 靠近那边的那个房子 觉得 哎呀怎么这么有书卷气 而且您刚才讲这个黑白两色 在世界各地好像见到的彩陶居多 但是我怎么觉得 你看中国这个龙山文化 包括你看杭州这个地方 这个两组文化 都发现这个黑陶 你说这个跟什么某种 中国的这一种基因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看 就是咱们这个民族 对这个黑白这个两色 就会特别有姻缘 还是什么 黑陶这件事啊 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现在 中国人仍然在烧黑陶 有的地方仍然是 作为日常器皿在用 在折墙就有 江山县最靠近景德镇 你现在能去在大街上 买到成套的黑陶 好漂亮 湖大湖锅腕条盆成套的 你就一看到 这个是从 谢谢 新石器时代的器皿 一直到现在 没变过 没变过 中国人还用 这个文化的这种连续性 这个是惊人的 这个我倒没有研究过 说这个黑陶 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但是黑陶的技术含量很高 尤其是荣山文化 很薄的黑陶 对 弹壳 那个是非常高级的技术 那您说 现在这个乡村建设 目前这个自己建房子 自己有钱的自己建房子 这样建起来的面貌 要好看吗 或者说要不好看 能怎么着呢 好看肯定是谈不上好看 所以你说的那 省的领导问你 我都期待这个答案 要你来设计一个村 我实际上设计了一个 设计了一个村 就是在富阳 就在咱们去的地方 那个村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去那个村就发现 根本不是简单的黑雅白墙 所以我后来设计了八种 相似不同的住宅 完了这八种里面 又根据材料和颜色的 小小的改变 实际上变成了24种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 真正和原来多样性的乡村 可以对话的一个做法 当然一般的建筑师 绝对不会这么做 因为这个可以自己找麻烦 你本来设计一种 结果最后变成了24种 那叫24倍的工作量 但是实际上 真正的文化的积淀 是这样发生的 您比如说我过去 对您有一个印象 就是说您收集很多 各地旧房子 拆房子的时候 那个破砖破瓦 是吧 多少万片 就拿这个气墙 但是似乎像这样的一个墙 是需要向人去说明的 这个附近多少个村子里的 嘴巴片 气起来的 得到了这个解释之后 我们会觉得惊叹 就是说这种行为 我的意思是 这到底是一种形式语言呢 还是一种真的能让人直觉上 就产生亲近感呢 你不说 我也不知道 我脚底下踩的 就是你各地找来的 这个拆房子的碎砖 你不说 你会觉得它很美 对 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用什么材料做的 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 这个东西 这个校园建成之后 可以说是全世界 不知道多少人来看过 对 就是它不需要理由 大家就喜欢这个 大家就爱这个 因为这里一定有一些 什么共通的东西在背后 因为至少你能看到 这个时间和岁月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新材料 我经常说它是会呼吸的 中国这种材料 都是会呼吸的 对不对 完了上面有无数的生活痕迹 有生活痕迹 无数双手曾经摸过 你都能够直接的 感受得到 体会得到 当然你如果说 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一开始的起源 其实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当时这个 到处都在拆房子 我当时我就说 作为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当代的 中国的建筑师 面对全中国都在拆老房子 这个拆的是 到处我就说 经常就像是 刚刚发生过战争 那一片一片拆的是遍地瓦砾 我说你如果不对 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反应 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做出 你应该做出的表达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当时 这就是我想干的一件事 我说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校园我们建的时候 学校是没钱的 像银行贷款的 给我的造价是 正常造价的一半都不到 然后要求达到世界水准 这是我们学校提的邀请 就是 然后我就发现 市场上这个材料 比新材料 大概是三分之一 还是四分之一的价格 就是那个时候 大家认为这些东西 是要扔掉 垃圾 既有美学的原理 但是又有经济的理由 造价的原因 当然第三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在宁波做调研 我就发现了这种气法 我一看 我说变村都是大师 就是每一堵墙 你感觉都是 一定是大师级的艺术家 才可能把这么多样性的东西 能够组织在一堵墙上 我曾经测量过 四个平方米 里面有84种尺寸的材料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技术 不得了这件事 这是人的智慧 这是手上的工艺 这个是有尊严 不仅有历史 而且有尊严 其实为什么宁波会有这样的一个 现在这个叫瓦盼墙 因为宁波是一个多台风的地区 所以他一旦遇到台风 就是过去 他那个房子会吹倒 那么吹倒之后 这就是老百姓的智慧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用手边的材料重新建起来 所以他反复的吹倒 反复的建的时候 他就各种的那种材料 混合在一起 起来了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跟当时王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年代 我们不是正常打拆打尖 哪哪都在拆 跟台风刮倒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他不会去给材料分类 你回收到的材料 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回收到的这些材料 重新组合 用我们新的工艺给他做起来 这里面既有美 又有其他的东西 也有观念 对了 关键是观念 这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比较高大上的说法 叫可持续 持续发展 对 中国人的老话 就是不浪费东西 对 这是可持续的第一条 就是不浪费东西 这个瓦判的判字 是指的 比正常一片东西 更小的片 就叫判 叫瓦判 对 你可以自点上查得到 更碎的小片 就是那个瓦 整块是这样的 但是你因为在拆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碎了 但是碎了的瓦 我也能用 所以叫瓦判 就我们这个墙里面 砌的时候 是碎了的瓦 全部用进去的 一般来说呢 用的大概尺寸 是一片瓦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左右 然后砌完之后 这个地上不是还有很多渣吗 对 这种小渣 小渣 它这个墙是双面砌的 中间把这个渣扫之后 填进去 它能做到施工完之后 地上是干净的 一尘不染 看上去是艺术品 实际是省钱 但是最后也还是艺术品 这个你还跟说 就因为我是不懂建筑 但是我记得 就是中国古代这个工匠 他有一句话 就是中国人讲这个弃用为工 就是我也不知道 这算是什么功能学派 还是什么 我也自己也觉得那样特舒服 就是你做一个东西 它任何一个细节 都有实用价值 但是它又是特别美的 就梁思成先生有一次写书 他说你看中国建筑 这个美 这个气用为工 表现在哪 结构外露 就说它这个斗拱 对呀 它这个斗拱 你看着那么美吧 它如果是个纯装饰的 就没什么钱 但是它恰恰是支撑 你大屋顶的东西 你要加一个大屋顶 就能挑的更大 但是它实际就承载着 它分散着柱子的重量 你现在的建筑 你这个支撑物 都是隐藏在墙里面 中国的这个 它里边的结构 甚至就说做人 你看表里如一 对吧 里头什么样 外头什么样 但是就好看 对 我觉得它这个例子 举的特别好 这个是特别核心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工字 实际上我们现在都知道 就是你说一股完 这上面有工没工 有工值钱 没工不值钱 这上面有没有雕刻 有雕刻就叫有工 对 如果你拿出来就是一个材料 上面没有经过这种雕刻 什么叫没有工 不值钱 你刚才说的这种 弃用围工 这个是特别核心的 中国的审美 包括像我做的这个亭子 没有一个多余的东西 这个是典型的弃用围工 我每一根构建 都是结构构建 是的 我没有专重 为了所谓的美 不是为了单单好看 不是的 它合起来 它有个艺术的样子 对 这就是现代版的斗果 你找不着不起作用的东西 没有 对 那这个木头是什么木的 这个是最普通的松木 最便宜的 您觉得就不必用什么硬木 或者什么贵重的材料 在装修的时候 这要看你要用到哪 干什么 像这样的松木是足够了 你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的民房 一般用比如山木 水山木 树生的 不太硬 但是长得很快 类似于竹子 这个就是一般老百姓用的 松木已经是地主家了 我有一个现象 我印象非常深 一直没得到好好的理解 我以前下乡 刚到乡下看到这个屋顶 就是一根一根的木头 那样木头好像没什么加工过 粗粗细细有很多结 就是乱七八糟的 对 我们当时就觉得 哎呀这农村穷啊 你看房子盖成这样 他们的确可能是穷 但是我第二次看到这样的屋顶 是后来到了瑞士 在一个夜总会 是一个俱乐部 我看这不是跟我插队的地方 有像这一本事吗 那我当然知道 它是追求一个建筑风格 那怎么来解释 它这个两者之间的相通的地方 其实这个我觉得 就刚才这个多人涛讲这个气用围攻啊 讲这个暴露结构这个做法 这个是中国建筑的一个核心特征 但还不止一次 中国建筑更厉害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使用自然的材料 自然到极致 就是说这个木头我甚至不要把它修成一个比较光滑的 比如说圆的柱子或者梁 我直接用刚砍下来的自然型 厉害在哪里 我们能用这样的自然的而且会变形的材料 形成了一个比较精密的快速建造的一个装配式的体系 所以为什么当年林慧音先生就为这个事很赞叹 他就在想象 因为这种快速的轻的装配式的 是这个上个世纪出现代建筑发生的一个核心特征 他说中国的传统其实就是这个特征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是科技直接转到现代 还不像西洋的传统很笨重的石头气的这个传统 想进入现代非常的艰难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在理念上和现代是完全一致的 这农民一下子接上了Bowhouse 对 但是实际上现在看来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建筑用的是工业化的标准的 不变形的人造人工加工的材料 和我们的体系不一样 我们是自然的 我们这个体系比现代建筑高级 但是呢 现代建筑比我们要简变 简变 对 所以简变的更容易推广 我们的建起来更难一些 费工 也不叫费工 就是实际上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变化 所以大家突然就觉得那个更厉害 对吧 那个洋枪洋炮都很厉害 那么洋人的建筑肯定也很厉害 洋人呢 看到那种欢欢迎有的树枝呢 变成艺术品 他们这么说 他这个有个错位 这个洋人实际上到六十年代开始 对现代建筑就开始深刻反思了 就开始自我批判 就我们追求的那个现代化 他们基本上主流的方向是 六十年代就开始逐渐放弃 对 那会不会跟这个工匠的 就是没有更多的工匠会做这样的手艺也有关系呢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 这有的时候是像这种历史叫潮流嘛 就这个潮流过了 其实不是我们这个东西不好 而且我们这个还到现在为止还有大量的乡村工匠还掌握着 它是活的一个东西 还没有完全死掉 盼望着看你的那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那个时候下乡的时候全省每一个队都要挂一张图 要扒字头上一口糖 就是两条路到上面有个水库 什么什么两旁是什么 我都背不出来了 然后要农民住楼房 给他们画了 农民那时候想 我家的猪怎么办 我的鸡怎么办 但是你现在 我不知道你画的农村建筑图是怎么样 至少可以把那个大小一株一株的那个东西 这个肯定是去掉了 我在这个文村做的 我简单说一下 实际上我当时去的时候 他们村边有一块地告诉我 说他们准备在这造 大概有16个房子 15栋 15栋是吧 我一看这就是我们农民心目当中的 或者中国人认知当中的 叫做美国大house 别墅 就是美国郊区的那个大house 对 一家一栋 说这个是不是我来帮你们做一下 因为你们旁边那个村子特别好 我说这个跟那个太不搭了 我上次做之后 他们一开始完全反应不过来 我说其实中国人是特别爱惜土地的 我说你看一下你们原来那个村子多大 那么小一块地方 有100户 我说你们现在旁边这么一大块地 15户 太奢侈 太奢侈 中国人是不能这么奢侈 所以我做了一个新规划 和老村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新的这部分 有一个汽车的路是可以进去的 每家每户呢 要保证 有两个停车位的 这个要保证的前提下 我做了24户 24户 同一块地 那就是花园兼自留地缩小一点 实际上就是它的建筑的密度要高一点 建筑和建筑之间的间距要小一点 其实我们看一下传统的村子都是这么做的 房子和房子之间的间距是比较小的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每一户都有院子 这是我坚持的 因为我是认为中国人的生活 如果讲 无论是南北 东西 就是这个院子 有院子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没有院子就不是中国人的生活 真是 咱们现在过的都不是中国人的生活 几层呢 三层 三层 一楼呢 是因为这个村它是养残 所以一楼就是给它可以放农具养残和 就是相当于它要和它的 有的是工厂 就是跟它的 他们好像还做冰箱配件 对 就是跟它家庭产业有关的 小车间 住是从二楼上面 你这是给了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 还是 我觉得既有传统又有现代 传统我印象很深 就这个村子 这个地方我去调研的时候 我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就是他们说这家是地主 我一看 我说这房子 现在还论地主呢 不是 曾经 曾经是地主 我说这房子是地主 我说 为什么他们是地主 他们家有院子 他们家有院子 这个院子多深呢 这院子只有两米多 三米不到 这也叫院子 山村是比较穷的 哪怕只有一个两米多近深的院子 也是院子 有院子就是地主 没院子就是农民 明白 一般的村旋址 一般的那个村旋址的时候 中国人的传统都是坐北朝南的 它有一个朝向的 这个村子恰恰就是一个反的 它不像羊吗 对 它正好是翻过来的 所以这个是王老师给的个解释 我觉得挺有意思 自己说吧 我认为实际上是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呢 是很实际的 就是农村 农民说了一句话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他说我们甚至在这个田的南边 地边不种树 我一听我就明白了 因为一种树 就有影子 庄稼长不好 全村人为了把庄稼种好 选择住在山的阴影里 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山 它住在山边 坐南望北 整个山是 村子是在山的阴影里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居住条件就差了 但是种田更重要 就它那个阳光就照到了田 照在田上了 你看 农土地 金根细作 对 这是一种要素 是以贤为本的 因为这是个山区 能种那个庄稼的那个地 是特别金贵 很少 所以它宁可人住的差一点 一定是把最好的阳光土地 给到庄稼 当然中国的故事 一般还有第二个版本 说这个是南宋的时候 这个一个将军的后代 叫北望中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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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